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马云曾经说过,努力学习不一定有出息 但是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出息 马云说在20岁之前,他想尽力的去做好一个好学生 但是呢,再努力啊,数学高考还是考了一分 马云参加了两次高考,才勉强的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20多岁的马云想去考警察 但是却因为身体素质不达标,被刷掉了 那也去过酒店应聘服务员 人家显他长得丑,不过关 那后来他又去肯德基去面试店员 结果24个人当中,只有他一个没有通过 可以说先天的条件,马云是并不优秀的 但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呢 一步步实现了马云今天的成就 可以说是非常励志的一个例子 每个人都想成功 在成功的路上,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呢,你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没有 那就是有些人越努力越穷 那生活反而越落魄 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以下连点啊,我们必须要搞明白 第一,太多路不如五路 什么行业呢,你都适合干法尔 不是件好事 山穷水尽只有一条路让你选择的话呢 法尔更容易到达成功的彼岸 就像很多老板,这个行业能干 那个行业还可以干 那这个时候,虽然说你的才能是多面的 但是在创业的时候,那往往就会心细杂念 不能生根某一个行业 因为啊,一旦当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遇到点困难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容易选择放弃 因为你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嘛 但是一旦当你投入到另外一个行业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又有新的问题会产生 那这样来回的折腾啊 事情没有做好 反而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成功的机会 那些没有太多特长 只能傻傻地坚持在某一领域的人 经过三年到五年的生根发展 反而他就成功了 所以呢,很多时候不够成功 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了 选择的路太多了 那其实啊,哪一条路都是铺满荆棘的 并不是一帆风顺 只能沉下心坚持下去 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如果马云当初形象好一点 当了警察 那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阿里巴巴了 正因为马云先天的条件并不突出 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第二,内心太急躁了 成功最快的路啊 其实就是心无旁骛 我们可以向优秀的人学习 但是绝不能去比较 那如果我们得失心太重 我们的内心就会浮躁 从而让我们禁不下心来去做好当下的事情 前两天,我的一个广东朋友给电话给我 这几年的时间,他就挣了几个亿 那么才86年的四川的小伙子 2015年呢,他还和我学习过互联网相关的知识 那反而我的企业因为当初由于在决策上的失误 最终被香港公司收购了 那现在呢,也算是从头开始 那听到这个消息过后啊 我的内心其实是淡定的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看淡了许多的人和物 那我只是祝贺他 并没有和他去比较 那哪怕我现在一天也只挣100元 我也努力的去做好当下的事情 那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处境啊 一旦发现自己的朋友进步的比自己快的时候 那么自己的内心往往就会很浮躁,不淡定 那别人一年挣了几百万 一年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 想想自己一年到头 并没有做出太大的成绩出来的时候 那内心就会急和乱 那这个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 你再没有心情去做好当下的事情了 而一心就想着急功近利 我们可以呢,向成功的人去学习 但是千万不能去比较 那成功靠的是坚持和努力 我们现在努力是有了 那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如果过于盘比 又或者这山看到那山高 那只会让我们的努力百废 不成功也就在所难免了 好了,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